因為婚姻這件事不只是學到 是要走到 你聽到不代表你走到的 要走到出來 有些人就說 我是單身的 而且我已經想著單身的了 我已經將我的生命給耶穌了 我都不想著 即是生命結婚都可以給耶穌的 不過他說我已經想著 我都不結婚的了 這個主題對他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當我們侍奉的時候 是經常都會見到結婚的人 或者想結婚的人 大家都會見到很多 而這些人很多都有重擔有煩惱的 很可惜就是這樣的 有些很想結婚的人真的很想 不過有些結婚的人很想 早知道結婚就好了 有辦法出得來就好了 真的有些人結婚是這樣的心態 是很辛苦的 是因為覺得很難處理一些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是有很多機會幫助很多人 其實婚姻可以很大的改善 不過婚姻要改善 也是有兩方面的責任的 即是一個人 只是一個人去做 是不能夠見到一個好的婚姻 是必定要兩方面 不過有時候有一方面可能她願意做的很少 不過如果另一方面願意做很多 是可以建立婚姻 是一步步提升的 當中有些可能你只是 譬如可能多些是太太在那裡 但是丈夫就不在那裡 即是沒有來到聚會的 但是你的生命改變 你都可以慢慢提升 所以這個課題是對於結婚 未結婚 以及想著以後都不結婚的人 都有幫助 因為你可以輔導很多人 這個圖很特別 這個圖包括一個婚姻的心態 是什麼呢 從普通人來說 你有沒有聽過有些人在那裡指責 譬如幾個女生走在一起 哎呀 你拍拖那個人怎樣 他對你怎樣 他是不是很溫柔 總是說那個人怎麼好 他對你好不好 有沒有關心你 希望那個人是一個好的 好的對象 如果男生走在一起 哇 我那個女生 通常男生喜歡說什麼呢 他很喜歡捱著我 他很喜歡拉著我 我很歡喜 覺得小鳥依人 其實男生很多時候 很希望一個女性 很依賴她 很喜歡她那種 就不是依賴她什麼 都要她幫那種 就是很依賴她 喜歡她 她每次都陪著她 通常的注目都是在對方 都是說 我那個男朋友 很聰明的 好像廣告都見過 很帥的 很帥的 很man的 很溫柔的 總是對方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很多人的分量的心態 亦都是分量的問題 為甚麼呢 當你想對方是這樣的時候 你發覺他不是這樣 就開始怎樣呢 開始不喜歡 唉 都是選錯了 唉 初頭他不是這樣的 後來變成這樣 總是覺得 選錯了 還有他不合我的心水 當你要求對方的時候 是這樣的要求可以很大的壓力 大家有沒有發覺 滿足神 有時容易滿足個人 譬如你試夢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開心 我試夢 神是歡喜的 就算我全身不信 神也會歡喜的 我們可以很開心 但如果我們試夢的時候 做得不好 有時的人就會告訴你 你今天你不記得做甚麼 你記不記得 你看看你 我上次叫你留意 你沒有做過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你做得 小組的時候 那些人的反應 又不理我們 即是有時 我們會覺得 在人那裏 得到他們的稱讚 不是一定要稱讚 接納是很難的 所以很多人就很想 在父母 做得怎樣 面前做得乖 即是老闆面前更加做得好 希望老闆會讚他一句 欣賞他 但是很多時候是失望的 你發覺滿足一個人 是難很多 有沒有發覺這些人 是很難的 所以婚姻裏面 如果對方要令到他滿足 真的是很難的 所以婚姻有很多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注目在對方 但這幅圖很特別 有些婚禮的其中一個部分 是為對方洗腳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是一個服侍 即是說我結婚就是我要服侍你 我祝福你 有些人說 沒有搞錯 為什麼我要服侍他 就是服侍的時候 就會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我也曾經說過 有些人聽過我說過 在我未同這個太太 因為我第一個太太 在2008年色奴歸主 我就想著單身拿著一個行李 我都想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書 這麼多東西 怎麼裝上一個行李 拿到四圍去宣教 我就想著單身去宣教 但是我真的想著單身宣教 因為我想著一個人自己長期可以祈禱 長時間祈禱 第二就是不用擔心他的情緒 他不開心 他想和我的侍奉不同步 我就不需要擔心他 所以我完全想著單身去侍奉 但是神就很特別為我預備一個太太 但是我不會馬上說是 為什麼呢 如果真是神要怎麼使用我 我一定要分清這個人 是不是神為我預備的 我不會隨便說 覺得都好 神又感動他又感動我 那就一定好 我不會這樣 我用了十一個月去 談到包括帶他去不同的宣教 是最髒的地方 讓他試一下 看他行不行 頂不頂得順 但是他頂得順 很特別的 真的很特別的 過程中是很特別的 其實他年年通常 我太太Shirley 在前面那裡 他年年本來都和朋友 因為他們教書 暑假是黃金時候放假的 誰不知 他那一年說去度假 他每次都和朋友度假 誰不知那一年說一下 又沒有了下文 即是說不定 即是這麼多年做工 除了有一年 因為那時候的錢用完 即是前一年用完 接著那一年就沒得去了 但那一年其實他有錢 但是呢 不知為什麼 就沒有去到旅行 我說沒有安排 然後跟著呢 在那時候 我就問他 你可不可以跟我去宣教 那他剛剛是有空 所以他就和我去宣教 就去到那些最髒的 有蟑螂 蟑螂 蜘蛛 在牆上洗澡的地方 即是洗澡的地方 是有蟑螂蜘蛛 整個屋頂都是有的 在那裏呢 他就和我一起 那我就發覺呢 他 即是 能夠適應這些 並且他對我真是很好 他真是很愛我 那我也都很愛他 那我 那我未曾 和他結婚之前 我就說了 我和你結婚 我會天天對你笑 每天 令你開心 每天說 令你開心的笑 每天做令你開心的事 即是這個就是 婚姻很重要 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婚姻裡面 應該有一個藥 就是說 互相 願意委身給對方 我願意令你開心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但很多人就不是 你令我開心 所以這個 這個呢 我真的覺得 婚禮應該有這個部分 但很多人就覺得 嘩好醜怪 除了一腳 除了一鞋 洗腳 但這個真是很有意思的 Feed Washing Ceremony 即是他們的洗腳儀式 在婚禮裡面的洗腳儀式 就是這個真是 建立婚姻 不只是洗一次 是以後都是這樣洗腳的 婚姻不好 很辛苦的 真的很辛苦 我相信這裡 很多人都說Amen 真的 周圍都是很多人 叫真的Amen 是很辛苦 因為生命發揮不到 對不對 有些人說 他是這樣的 很難改 不過我說 是真的有改 我試過輔導過不同的人 是真的有改的 這是第一 如果婚姻好 就能夠享受 和發揮生命 真的能夠享受 但有些人的意念就是 很難改的 難到不得了 難到登天 因為他很困難的 但有一件事 可以改變困難的 是甚麼呢 就是你的愛 和柔和天卑 你願意順服 願意服侍他 譬如做太太的 不要介意 經常會收拾東西 很多太太一收拾東西 就已經餓了 上次說 你叫你收拾東西 經常都這麼亂 你知道擺在哪裏 快點擺吧 聽完會不會覺得很舒服呢 是不會的 他真的覺得你很煩 因為他未結婚 經常會四處亂擺東西 結婚要開始擺好些東西 他覺得很 為甚麼建成另一種生活方式 我習慣了 是不用收拾東西的 現在要開始收拾東西 是覺得辛苦的 但如果太太有個心態 我服侍她 令她覺得被愛 其實 她是很歡喜的 你要跟她收拾好些東西 她覺得很歡喜 我去遠孫 都是太太和我收拾好些行李 收拾得很整齊 很漂亮的 我是覺得被愛的 但有些太太就說 嘩 她沒有手嗎 為甚麼要我做呢 但你做又在身上 其實是 祝福她 其實祝福誰呢 自己 自己 自己開心 所以這個心態一改變 是會很大改變 只要對方是有些少 她有些少一個願意的心 當她看到你改變的時候 她就會改變 那有些婚姻是比較困難的 那有些 即是那些困難的case 我們遲些說 即是怎樣 那如果對方很困難 但有時 當你用愛的時候 都是一樣可以處理的 那我們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婚姻呢 第一件事一定要認識男女的分別 這件事可以告訴大家 到我死那天呢 我都不會完全明白了女性的 那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 那我又講婚姻輔導 那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在頭腦上明白女性是怎樣 我都開始接受到 或者進入到女性那種特色 但是我總是一個男人 為甚麼呢 因為我發覺 我和太太溝通的時候 有時我就發覺 我總是想事情和解決 怎樣做 她一想到 在這件事上 我沒有去關心她 其實我說我經常都關心她 不過我有些事情沒有留意到 那我來說就是 我沒有留意到事情 但是她呢 就會覺得 當我沒有留意她的事情 即是沒有關心她 那我就告訴她 哇請你明白 我沒有關心你 是因為我 那個男性的特質 但是我可以更加發揮 記住記住記住 但是我總會不記得 她記得我呢 真是記得很特別的 真是 我哪裏呢 沙粒紅色的東西 哪裏痕呢 她呢就會檢查 檢查完呢 就給我塗Cream 每一次洗澡 看一看 咦 你那些紅色的東西 還有沒有少了 還有沒有多了 她就會跟我檢查 即是她關心我 她會關心我的身體 發生什麼事 那這個就是她的愛心 那我連我自己 都沒有那麼關心我自己 當我都不能夠關心自己的時候 我關心她的程度 肯定是不及於她的關心程度 但是在她來說 每一件事都會跟關係有關係 但是呢 我就會覺得是 是一件事情 即是我的 即是 男性來說 是比較少關心一些小的事情 或者她講過 或者她都告訴我 她說我不舒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男性總是很容易 她今天講完 她不舒服 我到晚上又忘記了 我又忘記了 又忘記了 又忘記了問候她 又忘記了去幫助她 但是她永遠都不會不記得的 所以呢 這個第一 男性呢 就嘗試多些愛心 我也嘗試記住 即是記實 記實 她今天告訴我 不舒服 我要記實 即是我們是要用個腦 去叫自己記實 但是女性 是很自然去做的 即是女性 我兒女 或者丈夫 有什麼不舒服 她是會做工都會記住 她不需要說我要記實 這個是男女的特質 不同的地方 當我們明白的時候 女性又接受男性 就是這樣的 即是她不是那麼容易 記得東西 有些東西是不容易記得 不是很容易記得 別人的情況 或者需要 女性又需要明白接受 男性又需要學習去關心 好了 這裡講到什麼 那個女性的心想什麼 上個baby 寶寶 talk 聊天 女性很看重 尊重 尊重 shoes 即是女性會看重 穿什麼 男性經常穿的 穿那一對 都忘記了換的 當然有時候 有些男性都不同的 security 安全感 很需要 很重要安全感 還有愛 其實最重要是愛 男性做什麼 你看到三字出現什麼字 sex 男性呢 定然寫在分析裡面 她經常想的最主要是性的 接著呢 吃東西 啤酒 看電視 football 很多都是一些事情來的 當然這個只是一個很簡單的圖畫 並不是把男女的分別concept出來 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男女的分別觀點 男是怎樣呢 觀點是看重自己的地位 所以男人 她很看重別人 覺得她厲害 她 她是什麼地位 即是她是 我們去到很多地方都發覺的 即是譬如有個男性在那裡 即是她覺得她自己有個身份 譬如當作牧師 或者是一個爸爸 當我們去到的時候 一定要尊重她 如果在輔導過程 我不尊重她丈夫 她一定會不喜歡 可能會馬上離開的 所以在輔導裏面 我們一定要很尊重兩方面 就算那個男性做一些很離譜的事情 我們都要尊重她 即是她覺得被尊重是非常重要 但不過很多女性 是很喜歡踩著不著哭的 她是這麼蠢的 她經常都不記得東西的 即是總是會說一些說話 是很容易會踩下她的 她就覺得 她的而且可以這樣 但這件事會做法 令到她很不喜歡 以及以後她不會對太太有愛 是否被人尊重 她不喜歡受人命令 但你可以跟她一起去做 一起去做 激勵她 讓她有動力 去自發她做 以及喜歡看談論 哪個高哪個低 你看到兩個男人 爭吵就說 譬如說 那裏買東西很便宜 第二個人就說 哪裏呢 第二裏更便宜 當她說那裏 貴 不是啊 哪裏貴 那裏這麼便宜 還說貴 即是你說什麼呢 她總是喜歡說相反的 而且總是喜歡 要厲害過你一點的 你說的 她總要加多一句 那句呢 即是厲害過你一點的 英文有句叫one upmanship 即是總之 高過你一級的 總要高過你一級 那她就覺得舒服的 這個是 那這些我們男性知道 就比較謙卑 其實我太太很多時候提我一些 我又告訴她 我歡迎你提我 給她提我的時候 我就 叫自己真心歡喜 那其實 人的心 不會真的喜歡 自己做錯事的 是吧 希望這些做得對 那但是太太呢 的而且她的眼睛 是很 看到很多細微的東西的 那譬如今晚回去 我又會問一下她 我今天 溝通的時候 講的時候 怎麼樣 那她會給我一些意見的 那你給了意見的時候 人的心總是會覺得 其實我都做得好 很多人都很喜歡 那為什麼你會看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即是可以人 但是我還會說 如果我做得好 她又看到一些 可以改善 更加好 是不是 更加好便更好 所以我是歡喜的 那我就會 提自己 當人提醒我的時候 笑一下 她一邊說的時候 一邊笑 真心在心裏發出來 即是立初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勉強笑 但是我叫自己 真心笑 真心接立 這個是提升我的機會 或者經常說 人家給我提議 是提升我的機會 提升我的機會 提升 我要歡喜接受 我要歡喜接受 這樣這個男人 真的很受人歡迎 有很多未結婚的人 就很想受歡迎 其實當你很謙卑 很關心人 是很受歡迎的 好了 女兒 看重人際關係 很看重人際關係 在我做堂會牧師的時候 我發覺那些小孩很小小 一歲大 父母抱出來 見到牧師 他們就叫牧師 他很開心 試出來都很開心 牧師 小小已經會這樣 但那些男生 就不是的 出來就在玩 他的遊戲 他的車仔 或者在東張西望 通常都會 情況都是這樣 有例外的 但是看得出來 男生從小時候開始 他是喜歡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和喜歡他做的東西 擁有的東西 或者他自己的世界 而女性 就喜歡同人的關係 所以 女性是看重人際的關係 女性來說 婚姻是他人生中 可以說 除了神 是最重要的 但是男性來說 通常都不會這樣 通常都會覺得 他的事業是更加重要 或者他想做的事 不一定是事業的 他想做的 譬如可能是打球 他喜歡的東西 這是最重要的 女性看重被關愛 被關心被愛 是最喜歡的 所以一個 未結婚的男性 我們其實要小心 即是 當你時時關心女性的時候 她是會 以為你 愛上她 喜歡她的 所以我們都應該 關心人大 就小心了 即是不要太過別性了 如果 有一個 你太過對她 多說幾句 很多關心愛的說話 她就開始 會受影響 我們知道這件事 所以其實 男女 都是 如果說到 未結婚的人 其實我們是 有些特質 可以建立 令到我們成為 一個更加 令人歡喜的人 我不是說 這樣你就做一個 萬人迷 我不想你們做 萬人迷 但我就是一個 祝福人的人 但我們要和人 有劃青界線 即是不要隨意的建立一個 深的關係 女性 看重被關 還有 看重分享內心 即是有什麼發生 她很喜歡說 並且說得 微飛色舞 有什麼發生 無論是 開心的事 和悲慘的事 她都會說到 悲慘的事 她有說很多很多很多 我 很留意到 我就去 supermarket買東西 買完東西回來 我買完東西 就買東西 有什麼要說 但我太太 會和她父母 就會說 今天那件事 又沒有了 又有另一件事 這個又貴了些 這個又多些 這個又看了 說明書又這樣 那個細節 我就覺得 買了 這些細節有什麼所謂 但在女性來說 她是覺得很開心 去說這些事情 這就是女性 她的特質 當我們知道 男性之內 當太太這樣說的時候 你就不要那麼長氣 你 你 很吻沉 我們聽她說 你說沒有什麼意義 聽這些事情 有些有意義 有些沒有意義 但其實人生的意義 就是在我們的交流 人的交流 當你願意聽對方 有時候是一些很少的事情 很少的事情 就是 很多事情 其實我欣賞太太 她留意的細節 就是很多事情 我真的留意不到 她會留意到 很多細節 是令我更加在生命中 豐富一點 因為我會看到更多 更多女性的看法 看到人的需要 也是一個原因 神想我再結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太太會幫我 更加做一個好的老師 知道人的需要 好了 處理情緒 男性是喜歡藏在山洞 女性來說 覺得很難明白 男人又不開心 做什麼 去睡覺 去打球 去看電影 不想跟別人說 就是藏在山洞 意思 不想說出來 需要空間 用理性處理問題 和情緒 就是你給她的空間 讓她 我不是所有 就是有些男性 她會想你關心她 但是有很多時候 男性就說 你讓我自己想好她 男性通常會喜歡想好 處理完 才說給別人 我和太太有個協議 就是無論大事小事都互相說 我真的試過有些事情 我是 講到她會擔心的 講不講呢 這樣呢 自己在想 我想完一大輪之後 我就決定說給她 因為我答應了 說給她 那這個呢 真的是我學回來的 不是我本性來的 但是這個就是 婚姻就是一件事 就是我們毀身對方 當我們願意 婚姻就是毀身對方 還有不喜歡太早 太快向人傾訴 問題解決就不用說了 不用處理情緒 就是問題解決 那些情緒就不用處理 但是其實 未必她沒有情緒 是有的 不過她不處理 譬如說在過程中 她被人傷害 或被人欺負 很不開心 憤憤不平 接著後來這個人掉了走 沒有人欺負她 她裏面可能還有被傷害 不過她說 她走了 要怎麼說呢 她就覺得不需要說 這個就是男性的特性 女性罵情緒的時候 好像壓力煲 在裏面越來越谷 越來越脹 一定要處理 一定要講 會爆的 然後呢 不套不快 向人傾訴 等於問題有人分 答 即是跟人說了 就好像問題分擔 就好像解決了大部分 男性來說 不過說什麼用呢 說完也是這樣 如果沒有錢也是說 但是女性覺得 我沒有錢 有人明白我沒有錢 明白我的困難 會安慰我 我都知道你很辛苦 你又要照顧頭家 又沒有什麼錢 真的很辛苦 那女性就會覺得 有人明白我真的好 我雖然那麼辛苦 如果我丈夫跟她說 我知道你捱得很辛苦 我們又不夠錢用 那你捱得那麼辛苦 那女性會覺得 不要緊要 不夠錢都可以的 我丈夫愛我就可以了 因為她覺得 避愛 但是男性就說 快點要賺夠錢 你擔心有什麼用 沒有用的 賺夠錢就沒事了 當我沒事 其實好事 男性就會當沒事 所以男性的傾向 多一點會有石心 即是沒有了感覺 會慢慢麻木了 有些人說 都沒有什麼所謂 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傷害 其實人就變成呆製 沒有什麼溝通 人家跟他聊天好像奉牆 很難發揮生命 很難能夠溝通 我也聽過很多太太說 跟他講話 真的有跟牆講話 沒有什麼反應 這個是我要學 男性要學 女性要學 女性又要學 女性又要看到那個男性 好像悶悶不樂烈 就很猛地說 又猛地問她 什麼事 什麼事 快點快點說 大家可以有協議 你舒服的時候就說 不用強迫她 因為女性很快知道 對方又不開心 女性是有觀察能力強的 丈夫不開心 她在油門口就知道 但是那個太太有什麼事 剪了頭髮 穿了新衣服 她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留意到 所以男性就要學 留意多些 去回應多些 向人傾訴等問題解決 有分擔 需要透過傾訴來 去輸解情緒 她需要去講 她才能夠輸解 否則 她裡面就要一路 儲存那些壓力 這些讓我們知道 是要我們明白對方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期望 對方好像自己這樣 所以我也跟太太說 你不要期望我好像你這樣 不過我會盡量去做到這樣 不過她又很好的 我解完給她聽 她又接受 她又很平安 我解的過程 她有時候都不開心 我當然是抓著她的手 跟她在一起 我知道她不開心 我就不會遠離她 我不會走開的 這個是我們的協議 我們都知道她會喜歡的 這個就是一個 願意陪伴來溝通 我希望我講一些例子 我們關係好的地方 不會令到你覺得心酸 你說 老師你不要說了 我聽完了很酸 因為你經常都這麼開心 我又不開心 那我想說 單身都可以開心的 當我們明白 這些男女分別的時候 我們就不受影響 但是不要說 一定要結婚才開心的 我們一起說 不用一定要結婚才開心 其實不結婚的人 都有很多開心的 結了婚都可以很開心 不過事實 很多人結婚 不是很開心 這個是事實 好了 處理配偶的情緒是怎樣 男是救火源 你有問題快點 你有什麼問題 被人欺負 我跟他算帳 你抓什麼 我幫你做 快點解救 所以很多太太就說 我一告訴他 我不開心 他就說 你不用不開心 煩你做什麼 吃飯 去逛街 去解決 他不是去聽他說 喜歡為人解決問題 認為分擔情緒 沒有什麼用的 所以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女性就要可以引導他 我太太也很好 她也會引導我 有時 她試過有一次 她分享一些事情 我好像 就是告訴你 我的思想的反應 就是事情 她說 其實我都說好的 我說好 我有一些事情的反應 她說 你知不知道 我只是跟你分享 我的心事 我馬上知道 做錯了 因為我自己幫人 但自己經常都不記得 然後我就回應她的感受 也試過 她為我做一些事情 我有回應 但她的回應很少 她說 我想聽多些你的回應 我多說些給她聽 她說 哇 你一百分 做得很好 很開心 她會引導我 這個其中一件事 是丈夫妻子可以幫的 就是引導對方去溝通 所以當你發覺 男的那個不太溝通 你引導她 你講得很 你告訴我 你的感受 我很開心 就不要踩她 就是女性 就不要踩她 而是 你說出你的心事 我很開心 女呢 就怎樣 丈夫有情緒的時候 喜歡尋根問題 猛個問她 甚麼事 為甚麼今天不開心 甚麼事發生 男的就不想說 為甚麼覺得很癒 有些事發生了 可能自己也有份錯 要說出來好像很醜怪 又不想說 或者說 我處理不了 就是我不搞定 要那個女人幫我 那就覺得很癒 其實呢 這個就是 男性不想說 所以女性在這個情況 就是大家有個協議在先 如果有困難 你想說的就說 我很歡迎你說 這個很緊要的 她說呢 你要學一句說話 就是 如果你覺得她做錯 你要說一句甚麼 三個字的 不緊要 不緊要 就是 如果她有做錯的事 說不緊要 我剛剛呢 去埃及 做了一件事 真是 大頭欺 大頭欺 甚麼呢 在轉機的時候 要再去安全檢查 居然留了個相機 在那個 因為轉頭 其他都拿了 我回來告訴她 我從頭說起那個故事 她說 你下次跟我說 你一說一說就有結果 她說 我忘記了相機 她說 我忘記了相機 她說 我一邊說 過關時 甚麼事發生 很吹悲 她就以為我不知道 不是結箱呢 是不是現在 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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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想下次 我忘記了一個相機 這樣說 不要緊 她就說 但她說 我搞錯 你上次又不見了 你今次又不見了 你下次又不見了 你下次不見了 但她聽完她就不敢說 所以 不要緊 還有她有甚麼不開心的事 安慰她 她有甚麼做錯的安慰她 她是很歡喜的 還有呢 說多一點 你真厲害 男性是最喜歡人的 你很厲害 佩服她 那她就覺得 那你又沒有甚麼可以佩服 起碼一百樣子 就一樣可以佩服 你一樣 佩服她一樣 但你說的時候 不要說 我只有這個佩服你 那你就 踩明踩 踩多她一腳 然後呢 希望能夠分享對方的情緒困擾 那這個是大家談到 還有那個女性 令到男性覺得很舒服跟她說 這個是Shirley真的做得很好的 就是我真的很舒服 我做錯事也好 她都是 譬如倒捨的東西 她的反應就是不要緊 回去洗而已 是不要緊的 不過很多太太 當丈夫倒捨的時候 就覺得 甚麼你這麼順順 像小孩子那樣 就會說這些話 言語多 男性通常比較概略 簡單說 今天她買了東西回來 就是這樣 就是 買了甚麼呢 那些東西有甚麼特別呢 是沒有說的 除了政治足球 還有有些她喜歡的東西 不喜歡長邊大論的 但是不知道政治和足球 就是有些她喜歡的東西 她就會說很久了 幾個男人 有時候你聽她說 就吹水 說了很久了 那他們就很享受 全部都是跟本人無關的 就是新聞上有些事情 那這個人說了一大輪 他看到甚麼新聞 又有大法議論 或者大法謬論 那他那些就會大法謬論 沒有耐性聆聽 瑣碎的細節 為甚麼有這麼多細節 不用說了 女性喜歡說故事和細節 很詳細 見到甚麼 很多東西也是觀察力 所以我見人 譬如有一個牧師 想跟他合作 我就一定帶我太太去 如果可以的話 他不是在上班的時候 為甚麼呢 他會留意到很多 我留意不到的事情 是很特別的 所以他就會告訴我 他聽到甚麼細節 還有他會告訴我 我講的話 當我複述我講的話 我往往是不能說 我講那句是甚麼話 我只是說了 我大約講了甚麼 但是他能夠說 他話 甚麼甚麼 是用了那個字眼出來的 我這件事真的非常佩服 能夠記得 當然不是每個女性都是這樣的 但是呢 男性通常傾向 是不記得了 一些瑣碎的說話 和一些瑣碎的說話 是不記得了的 還有說的時候 在七情相言 很興奮 很開心 喜歡重溫當時的感受 即是說 吃那個燒雞 嘩 怎樣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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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說吃了 吃了 即是說甚麼 他會很有興奮 愛意的表達 男性喜歡用行動 我賺錢就是愛你 我在家住就是愛你 那就是行動了 我跟你特跪就是愛你 服務就是庶民愛 賺錢就是愛 女兒呢 需要被關愛 被她關心 聆聽 喜歡聽甜言物語 有些人說 這樣就很假 那你明明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是 如果你是假 那太太神會知道 為甚麼呢 這段說 我很愛你 待會他需要的 你又沒有留意到 我們盡量是 整個人喜歡他 整個人愛他 而不是只愛伴話 是愛周圍的人 這個都是我 時時神給我這個心 是愛 見到人 就愛 就關心 這個就是一個好的 基督徒的生命 但是不是四處流情那種愛 是四處去祝福人 但是男女是有一個距離 就是你不能夠跟她 太過親密 你是有一個距離 那女性喜歡是她真心的 講一些愛的說話 去真心從心底處 喜歡用說話來表達心聲 還有看重兩個人專注的時刻 就是兩個人不要做其他事情 但是很多男性就覺得 坐著看著那些海 那當然是拿手機 是吧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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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留意一下她的事情就是這樣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那什麼好說 經常都見面的 那什麼說什麼呢 關心一下她 今天怎麼樣 開不開心 有些什麼煩惱 我做一些你覺得怎麼樣 那她就很多話說了 那你說 那我就不想 但是你真心愛的人 你就會聽她的心聲 其實兩個人溝通 就是說能夠聽到對方的心聲 其實男性本身 雖然不太喜歡溝通 那個傾向動力不太強 但是當男性發覺 可以很安全地溝通 她是會溝通更多的 所以過程中 如果太太能夠鼓勵她 當她說這些時候 能夠有回應的時候 那個丈夫是會說更多話的 她覺得太太會聽她的時候 她是會喜歡的 還有太太真的喜歡陪著她的 還有拉著她的手一起走 她覺得被看重的時候 她就會喜歡說她的 那時候這個關係 就是這個專注時刻 就是有時候不一定要說事情 其實不一定要說事情 就是喜歡對方 看重對方 這個其實呢 神是很特別的 我們經常想到神是男性 其實神是沒有性別的 耶穌是男性 不過神是有男性和女性的特質 男性和女性的特質 都是從神而來的 神好像男性有計劃 很有動力去做事 神也好像女性 很喜歡你跟她傾訴 她很喜歡你陪著她 男性有時候會這樣的 如果有另一個男性 經常都陪著她 她會覺得 你不要黏得那麼近 你經常都跟著我 你幹什麼 你會覺得 黏得很近 有時候會有種懼怕 兩個女性又沒有什麼 有時候見到在街上 有很多女性和好朋友 黏在一起 但是男性覺得很難接受 這件事 但是神呢 就是這種神 很喜歡我們黏著她 很喜歡你貼緊她 這件事是我們男性 需要學的 即是貼緊你的配偶 你的家人 也會貼緊神 好了 聚焦不同 男性呢 專注於事物 在事情容易狂熱 當她喜歡玩的時候 喜歡打球 喜歡看球 嘩 到這個世界杯的時候 是多數都是男人看的 這些世界杯 我聽說就是了 應該就是了 那麼就 嘩 一到世界杯的時候 那些太太好像沒有了丈夫 差不多 那個丈夫呢 是被電視機拿去的 普遍狂熱 不太善於關心人 是不懂得 那我們就學了 而太太也都接受過丈夫 不是那麼容易關心的 所以就引導她了 即是告訴她 我現在有這種事情發生 我有些不開心 我想你關心一下我 說完這句 但是太太又 哇 這樣就好魚 我要說完她關心我 因為女性就喜歡怎樣 你知道嗎 你猜一下我想什麼 哈哈哈哈 你猜一下我現在在那裡 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有些為什麼 我想怎樣 就是她想她猜到 但是男性是猜不到的 所以你告訴她 然後你想她做什麼都說完 說公仔出場 她才能做的 那麼我希望女性知道她的時候 就不要猜了 不要要她猜了 女性呢 就專門放在人際關係 所以她記得 即是男性 婆婆媽媽媽 婆婆媽媽 嬸嬸 阿姨姨阿阿叔叔阿伯伯 哇很多東西都很記得 但是男性呢 嘩什麼嬸嬸阿叔叔阿 都不記得誰是誰 很多人是不記得了她 關心她的事情 還有容易因人際關係 而不開心 即是當對方有些對她不好 她就會很容易不開心 很關注細節 以及關注人的 那麼這個 那麼有些人說 哇神真的做錯男人和女人 做兩個都不同的 那麼真的很多衝突 這個就是神的智慧 神真的很智慧 有男人這個世界有更多的建設 即是很多的建設都是男人做的 有女人這個世界才有溫情 如果全世界都有男人呢 三個男人 傻傻傻 三個男人 一個去 三個男人 傻傻 都沒有什麼說的 那些男人又不記得 子女 吃什麼 就是這麼久 吃什麼奶飯 我可能不知道 除非她太太叫她買 說明什麼奶粉 她記得 不然那些奶粉放在那裡 都不記得了 那麼 男性是會很多這些 就是對於人的事情 沒有那麼關心 如果世界上 只是男人 的時候 這個世界是沒有什麼關心 那些小孩子 周時被父母 不記得了 想到家裡就餓死 但是有太太 就會記得 這個就是女性 但是全世界 如果是女性 那些人際關係 搞到一個漏 就是很多問題的 所以 也都是 在我建設上 又不是那麼向前去的 就是會 會是留在很多 的人際關係裡面的 但是 男女的時候 配合是最好的 這個是神的創造來的 好了 期望 男性最想對方 是溫柔 不要嘔氣 不要嘔 嘔嘔 是溫柔的 是體貼的 不要囉唆 會照顧她的 身體的接觸是男性 很體重的 喜歡性關係 都是在婚姻裡面 才可以的 不要提過錯 做錯 不要說 相信自己的意思 和尊重自己 男性 希望 太太是這樣 女性 希望對方給自己時間 不要只慣著 男性 喜歡怎樣 給時間 看電影 他就坐在一起 不是一起的時間 兩個人坐在一起 不過兩個人是 看電影 不是兩個人相交的時間 他是喜歡兩個人相交的時間 專心來關心 細心 注意自己的需要 記得自己的事 對方 補到自己的內心 會聆聽 回應自己的感覺 不要給太多意見 不開心的時候 對方會討他歡喜 很想對方住在我身上 這是女性想的 但事實上 很多男性 當她結婚之後 她就覺得 我已經娶你 你就是我的 我就是你的 那就已經可以了 心態就是這樣 女性就想著 我們開始結婚的生活 希望 早上起床 你都會 吃我一口 說真的 我愛你 我喜歡你 一些溫馨的時刻 但往往 男性想著 我已經娶你 即是溫馨的 不用做那麼多 所以那兩個期望 很不同 期望很不同的時候 所以分了一個問題 我希望那些男性在聽到 說 這樣是很難的嗎 其實你 就算你舉了百樣 你關心不到 你關心到幾樣 她已經很開心 她就會開始 心就歸在你 你留意到她的事 你留意到她做的事 你今天煮的菜很美味 真心說 她已經覺得很開心 你一百樣做不完 你做了幾樣 她已經很歡喜 你已經得到你太太的心 你得到你太太的心 你就一定順利 因為她又會 凡事幫你 她會對你好 但當你得不到你太太的心 她已經呃呃呃 你是沒有靈魅的 所以 所以呢 我們呢 你想歡喜快樂 結婚的呢 就是 就是 真是做在對方身上 自然她就會歡喜快樂 好了 婚姻五大感情需要男 需要第一 性滿足 所以也都在婚前呢 我們就鼓勵 弟兄姊妹呢 我們要保持一個 跟神的好的關係 就不要 我就鼓勵 只是拖手 不要 總之凡是有做到任何事 有性衝動的呢 都很容易會有婚前性的 那你說不是 我只是做少少 但是通常 做少少 就會做多些 下一次就做多些 因為男性的心 經常都會想 下一次不知道會不會做多些呢 她真的會這樣想的 所以呢 就是 這個是要小心 以致那個關係結成 如果不是呢 很多人拍拖是怎樣呢 星期一到星期五 就在最終 跟著星期日回去悔改 跟著星期日回去悔改 跟著星期日又回去在最終 是很辛苦的 這樣的時候呢 跟神的關係一定疏遠 也都得不到神的歡喜 她喜歡蕭閒伴侶 即是蕭閒伴侶 即是蕭閒伴侶 去玩一下瘋一下 笑一下就可以了 但女性呢 都喜歡 不過一定有關注她的時刻 不只是去蕭閒 第三呢 就是配偶的吸引力 即是她的外貌 她的說話的方式 第四呢 對方分擔家務 即是她照顧她 欣賞和尊重 而女性呢 她需要溫情 溫暖 愛情 聊談 大家一起聊天 但很多男人 其實聊天是要學的 所以我們這次的課程 會有一部分時間 請大家 有夫妻出來 我們去職場輔導 示範怎樣去溝通人 還有呢 需要呢 需要呢 就是對方誠實開放 是真誠的 開放她自己的內心 還有經濟的支持 還有衛生這個家庭的 很重要的下底 就是不要照自己認為好的來給對方 是照對方的需要來給對方 即是譬如男性呢 有時送你來送什麼呢 送個運動機器 送個書 教她減肥 即是她需要那樣東西 她要一個什麼機器 我買給她 男性是會想這樣東西 女性想送禮物的時候 是想到 一樣她令她歡喜的東西 她記得她的東西 那就是 男性是看重了一件事 所以你照對方 對方想的時候 你就會做那樣東西了 男女因為這些事 不開心的 男呢 女人太囉嗦 她就不開心了 女人沒有給她空間 但經常都捉著她 經常都拔著她 女人要證明她錯 她就覺得不開心了 女人要她聽她的話 即什麼都說 要她做什麼 這樣就影響她的主權和空間 而女性呢 就什麼不開心呢 就是男人沒有留意 或者回應她的感受 當她說她不開心 那男人就說 你做什麼做什麼 可以了 不用管了 這樣的時候 是沒有留意她的感受 她就覺得很不開心 但有些男人就說 但我很難回應感受 我不懂得 好像踩地雷 不知道說誰又會 誰又會罵她 發脾氣 什麼說話發脾氣呢 你教她發脾氣 但你說 我聽到你不開心 你告訴我 你有什麼心事 你有什麼不開心 她就會喜歡聽她 喜歡說 即是她就喜歡說她的 你不懂得說 不要緊的 你可以說 我不懂得回應你 不過我想聽一下你 這樣就可以了 即是不要緊的 我想聽一下你 講一下你的內心 就已經可以了 有時候 真的你見到對方 她又哭 有些男人見到女人哭 就不知怎麼做 不知說什麼好 那你就陪著她 你說 即是你可以 我不知道做什麼 但你 你把你的內心說給我聽 你不開心告訴我 就行了 回應她的感覺 和她的反應 譬如她很開心 很多男人會留意不到 但我們學 別人開心的時候 留意到她的開心 那就要學習觀察 看到人的開心 或者她的說話 和她的需要 她需要些什麼 譬如我們回家 我們通常就會 第一個可以馬上拿拖鞋 拿給對方 我們拆牙的時候 我們馬上會弄牙膏給另一個 即是這些小的事 這些很小的 不是什麼大的事 但這個小事就表達出外 這個就是關心了 當她有些什麼做 譬如有時候 我上了床 發覺忘記做了一件事 她馬上去拿東西 你不要去 我自己去 我又不想她跑下去 但她就會很快就跑下去 這就是一個服侍的心態 回應她的 需要她的 即是她需要什麼 她的意見 想做什麼 譬如她想做什麼 你就去回應她 她喜歡什麼 你就去回應她 她會覺得 這個顯示丈夫不關心自己 即是沒有做這個 代表不關心 是跟關係有關 但是男人覺得是事情 她病的時候 男人不記得她 太太覺得你是不關心我這個人 但是男人就是 我忘記了 我病我忘記了 你的病我忘記了 即是覺得是事情 男人通常會覺得 這些是跟關係無關的 所以我們要學習 留意那個 即是很多時候 女性會看到她的關係 男女在婚姻中 是須知的 須知什麼呢 男人需要給太太足夠的時間 給她時間 陪她 看重她和她的關係 放她在首位 分享自己的感受 不要重複犯同人的錯 留意自己有什麼做錯 不要做大男人 做錯不要緊 認錯就可以了 而女性呢 給男人足夠的私人空間 給她多一點空間 不要逼她 放棄她喜歡的東西 即是她喜歡打球 就不要接她結婚 就無法打球了 這個空間給她打球 那這個是一個尊重她的 即是她所喜歡的東西 不要她放棄 不要試圖去改造她 愛和接納才能夠改變她 軟化她 如果你打算結婚改造 很多人是這樣 她都幾好 有很多條件 不過有些人不好 結婚之後 我會慢慢改她 當你這樣想 婚姻是會很大可能 會有危機 因為當你要改變她的時候 她是會反抗 那所以呢 是最好用愛心 來慢慢將她軟化的 光在她軟化的 那第四 不要將她放在你之下 真的有人這樣說 我聽過女性這樣說 我要騎著我丈夫 即是那句話 我是真的聽過女性這樣說的 她覺得呢 我要比我的丈夫 我騎著她 她聽完我的話 她覺得呢 她就成功了 其實是很失敗的 那個丈夫是會不喜歡的 第二個 不要堅持你對她錯的 也不要覺得她蠢 你聰明 謝謝